7月10日,美贝尔整形专利技术发布会在南京美贝尔医疗美容医院隆重举行 在医疗美容领域多名专家、专利知识产权部门相关代表以及多方媒体等到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之下 美贝尔医疗美容集团一举发布了2017-2018年度所获得六大项医疗整形技术专利 随着应邀专家、媒体以及各界嘉宾的一应聚齐 美贝尔整形专利技术发布会在良好的学术氛围中顺利起目 美贝尔整形外科院长黄炳斗、刘宇两位专家医师分别对此次发布专利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并代表集团从专利技术顾问夏佩明手中接过了专利发明认证证书 与人的生命质量息息相关的医疗领域,每取得一次小小的技术进步 都可能蕴藏着人类未来发展的巨大改变 尤其在被时代潮流和市场趋势赋予了众多意义标签的医疗美容行业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医疗本质化的回归 对于行业的健康化发展更显得具有基础性的促进作用 使消费者获得更为完美的苏美效果 必须经由行业科学技术的创新方能达成 国内的整形行业起步比较晚 对于在行业内是怎样提升自己的 刘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国家的医疗美容起步相对比较晚 照欧美一些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的起步都是晚一些的 但是我们在起步晚的情况下 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自己的学习和不断地交流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 我们经常和国内和国外的一些专家进行技术交流 同时我们会跟广大的顾客争取很多的意见和他们的反馈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地总结和进步 这些年包括我们集团在专家团的不断努力下 我们的医疗技术水平已经和国外持平 甚至有些领域已经赶超了欧美和日本韩国的一些技术 美贝尔将以此次大会作为美贝尔科技发展的又一个新起点 充分借助自身在医美临床上的优势 优化设备改良技法 并通过与全球各大平台医美厂商的广泛合作 力求为更多球美者奉献比肩国际的医疗美容专业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